《和平》 《和平》 第六篇 和平 第三十八則 常保快樂歡喜的心 活在當下 二解 人生一定要快樂 不僅為自己 也為別人 因為快樂的人最美麗 都最有魅力 能帶來歡樂的氣息 因此 常保歡喜心 與人和睦相處 活在當下 乃是幸福人生的基礎 根據統計 人的時間有百分之五十 用在煩惱未來 百分之四十 用於後悔 或者回想過去 只有百分之十的時間 用在當下 而最後證明 經過一週以後 有百分之九十的事情 都是自尋煩惱 經過兩週後 則有百分之一百 都是無謂的煩惱 換言之 我們大多數人 都把時間浪費在緬懷過去 胡思亂想 或期望未來 而到最後證明 那些妄想 或者煩惱 都是虛擇光陰意義 故事 《覺悟的人就快樂》 有位的士司機 經常抱怨工作辛苦 人生無意義 偶然聽到廣播節目中 談論人生的哲理 大意是說 一切法從心上生 只要你相信什麼 就會得到什麼 因此 如果覺得日子不順心 遇到的所有事情 都會覺得倒末 相反 如果覺得是幸運的一天 這樣每日碰到的人 都可能是貴人 從那一刻起 的士司機下定決心 要善待每一位客人 並且改變新的生活方式 他將車內打理得乾乾淨淨 光鮮亮麗 車內裝了一支專線電話 神情愉悅 禮貌地對待乘客 同時還提供自選音樂頻道 報章雜誌 以及一部供乘客 可以自行取用飲料的小冰箱 遇到都市道路交通的尖峰時刻 還徵求乘客同意走不塞車的路段 體貼乘客 如果乘客想休息 或者看風景 他就靜靜地開車 不打擾他們 目的地到了 他下車幫乘客開車幕 並且遞上名片 說一聲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為你服務 結果 這位的士司機的生意 並沒有受到不景氣的影響 也很少會空車在城市內兜轉 乘客總會事先預約他的車 他的改變不單止增加收入 而且在工作之中得到自尊 有位乘客對他的服務大吃一驚 不敢問道 你是何時開始這種服務方式的 這位司機就說了 從我覺悟的那一刻開始 這個故事讓我們得到一些啟示 每個人都想過更好的生活 但是卻不希望改變自己 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一分奸魂就會有一分收穫 如果你希望擁有大成就 就必須具備一個贏家的思考態度 或者行為規範 然而根本改變的力量 來自於內在的覺悟和慈悲心的讚放 是推己及人的情懷 也都是幾所不育 密思於人的胸襟 總之只有覺悟的心才能夠令我們快樂 才能夠改變不如意的日子 才能夠創造奇蹟 開拓幸福美滿的人生 故事快樂的人最美麗 曾聽說有一個很漂亮很迷人的女孩 結婚之後整個人都變了樣子 不認識她的人 還以為她是一位年長的阿嬸 為什麼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 一個人會變化這麼多呢 答案是因為她生活得不快樂 一位生得很安全 又很愛國的女孩子 雖然身材有點臃腫 皮膚也都不是很好 奇怪的是 身邊總有一些聊得來的朋友 認識她的同性朋友 個個都大夫不可思議 老實說原因很簡單 這個就是她每天都很快樂 快樂是一種令人很舒服的磁場 亦都是一種增強生命力的正向能量 因此快樂的人是最美麗的 我曾經在路邊見過一個賣奶油餅的攤檔 攤檔的主人是一個嘴巴歪向一邊的中年男子 個子細細剪了個平頭妝 就這樣看真是不想望大二眼 不過每次我經過她的攤檔 總是有十幾個人在排隊 而旁邊也都有一檔同樣賣奶油餅的大嬸 生意就冷清很多 為甚麼呢 我過去一看 發現那個歪嘴的老闆見到人 就笑得合不上嘴 收到人家的錢幣 就好像收到一百萬一樣 開心地周圍多謝 是的 人除了天上的太陽之外 亦都渴望地上有一個燦爛的太陽 五官不整的歪嘴老闆 都能夠發出太陽般的熱力 我們這些五官端正的人 為甚麼會令人躲得遠遠呢 因此我們要放下一切的煩惱 常保持歡喜心 則人逢喜事精神爽 歡喜心是身體健康非常重要的養份 反之 經常無視自尋煩惱 自喊自煉 則 憂能使人老啊 實例 快樂三十的方法 如相所說 快樂歡喜是身體健康非常重要的養份 在此提出三十種快樂的方法 你做到了多少種呢 一 保持健康 有健康的身體 才有快樂的心情 一 二 適當的休息 不要透支你的體力 三 多接近大自然 適度的運動 會使你身輕如煙 心情愉快 四 托開心量 愛你周圍的人 幫助他們身心 智慧的成長 並使他們身 心 靈 快樂 五 五 用出自內心的微笑 和人們打招呼 你將得到相同的回報 六 忘記令你不快樂的事 二 原諒令你不快樂的人 明白人 讓不明白人 七 真正地去關懷你的親人 朋友 工作 和四周細微的事物 八 不要對現實生活過於苛求 上傳感激的心情 九 享受人生 不要將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憂慮上面 十 身在腹中能致腹 亦能忍受壞的濟愈 而且不忘寬恕 十一 獻身於你的工作 但是不要變成他的奴隸 十二 隨時替自己創造一些容易實現的盼望 十三 每隔一陣子去過一日遠離塵囂 和你平常不同方式的生活 十四 每日抽出一些時間 讓自己情深淨淚 使心靈寧靜 十五 回憶那些使你快樂的事 但是不要忘記 活在當下 朝著標竿向前跑 十六 凡事多往好處上 不要遭答自己 放下一切的牽掛 憂慮 十七 為你的工作做妥善的規劃 使你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任由支配 十八 追求一些新的興趣 但不是強迫自己去培養一種習慣 十九 抓住瞬間的靈感 好好利用 不要輕易虛擦 二十 替生活中 製造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製造新鮮感和幽默感 使自己耳目一身 二十一 收集趣聞 笑話 並與你周圍的人共享 二十二 安排一個休假 和自己的親人共渡 二十三 不欺騙自己 真心待人 反身而成 落莫大言 二十四 要肯定自己 對自己充滿自信 不要與別人做比較 二十五 不與別人計較 能夠包容其他人的過失 二十六 學習看順眼 心平萬事平 心靜萬事靜 二十七 隨時想到 生氣就是將其他人的過失 拿過來懲罰自己 保持快樂的心情和態度的長和 二十八 學習覺悟和生活的智慧 因為覺悟的人就快樂 有智慧的人不會為小事爪狂 二十九 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 經常幫助別人 被人歡喜 被人快樂 三十 經常面帶微笑 因為笑口常開 福自來 最後 希望大家永遠保持快樂的心情 不要忘記了你自己是最美麗的 因為你有善良 慈悲 清淨的心底 讓我們一起為追求快樂的人生加油 故事 雙面神 在羅馬古城的一座廢墟 有個人撿到一尊雙面神像 他覺得很奇怪 不禁就問 這個神像為什麼會有兩塊面孔呢 想不到神像卻開口說話 對呀 因為我一個面孔要看過去 如果有錯誤才懂得改正 另一個面孔是看未來 注意未來 才懂得規劃現在 這個人聽到就問神像 你注意過去 注意未來 那現在怎麼辦呢 未來怎樣 不是都要由現在開始計劃 你為什麼沒有注意到現在呢 這個時候 雙面神像就豪圖大哭 過去 我在這個羅馬城 就是沒有注意到現在 所以羅馬城才會被毀滅 而我這個雙面神 因為只看過去 只看未來 沒有看到現在 所以人家才不要供奉我 將我雕氣 雖然這個只是一種譬喻 但是他告訴我們 當下是很重要的 無論過去也好 未來也好 一切都是以當下為出發點 由上述的舉例 可以知道 注重現在的重要性 禪中經常說 把握當下 因為當下就是未來 當下就是永恆 沒有當下就沒有未來 縱使未來要往生西方 也都要先將當下的佛念好 故事 嚴羅王的信 有一個人年紀很大 但死後到地獄報道 將以平時所做的業定罪 嚴羅王責罵他 你生平做業好多 為甚麼平時不多的職德行善 空過一生呢 這個老人家反而責怪嚴羅王說 早知是這樣啊 大王何不時先寫信通知我呢 等我好好準備呢 嚴羅王就說了 我早就寫了好多封信給你了 第一封信 是你頭髮漸漸變白的時候 第二封信 是你的牙漸漸動搖的時候 第三封信 是你體力漸漸衰老的時候 第四封信 是你眼睛漸漸老花的時候 第五封信 是你耳朵漸漸耳龍的時候 總之 我已經寫了好多封信給你 只是你沒詳細查過而已 這個時候 有一位在少年的時候 就去世的鬼 跳出來哭著這樣說 大王 他老人家你有跟他通信 但是我就沒有 真是不公平啊 嚴羅王不方不望地說 我也寫了好多封信給你 你是不是記得你家附近 曾經有少年病死 被水浸死 也有少年被人殺死 被火燒死 又有少年被蛇咬死 被蜜蜂刺死 這些都是我寫給你無數封的信 只是你沒有警覺到 由以上可知 死對每一個人來說 不分老少 所謂 莫到老來方學到 孤分都是少年人 因此 我們應該要有 我見他人死 我心熱如火 不是熱他人 看看輪到我 這種高度警覺性 好好活過每一日 能夠自利利他 這樣才是時時體會 嚴羅王寄信給我們的苦衷啊 實例 活在當下 曾經看到一位 無名士所寫的一段文字 起初 我想進大學 想得要死 隨後 我巴不得趕快大學畢業 好開始工作 跟著我想結婚 想有小孩子 又想得要命 再來 我又巴望小孩 快點長大去上學 好讓我回去上班 之後 我每日想退休 想得要死 現在 我真是快死了 忽然間 我明白了 我一直忘記了真正去活 由相述文字可知 我們大多數的人 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都經常期待 或者盼望下一個美好時光的來臨 而真正引頸期盼的美好事物實現的時候 卻又不知道珍惜感恩 而讓他迷迷糊糊糊地過去了 好讓我們每一日 是在為未來而活 而無法享受眼前的時光 禪家告訴我們 要活在當下 就是要我們將全副心神 灌注在眼前手邊的事物 讓心靈毫無雜念地去體驗當下 享受當下的時刻 Enjoy the pleasant moments 我們大多數人 大都無法全然專注於當下所做的事 我們將大部分的時間 精力 浪費在胡思亂想 心不在言之上 以至於很難擁有真實的薩拿 當我們的生命 耗費在後悔過去 或者為未來做準備 而非享受眼前時光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了欣賞生命過程 每一份喜怒哀樂的心情 我們如果相信在擁有某種經驗 或者某種財富 或者某種地位之後 我們就會快樂 這樣好像是活在虛無飄渺當中 同時事實證明 一旦我們達到目標之後 我們往往再一次將快樂 順延到下一個目標上 這種無法活在當下的習慣 將使我們無法過得快樂自在 總之 活在當下 就是要專注目前所做的工作 不懷念過去 也都不寄望未來 而只是全心全力地去體會 以及品嘗當下每一個經歷 而非結果 如此 將隨時充滿喜悅安樂 當下就是永恆 生命的意義就在其中 實例 用力活過每一天 比利時某家雜誌 曾經對全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做了一次問卷調查 題目是 你一生最後悔的是什麼 並列出十幾項生活中容易後悔的事情 供被調查者選擇 結果 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後悔 年輕時 年輕時 努力不救 以至一事無成 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後悔 年輕時錯誤選擇了職業 很多人的第一目標 是要有穩定的收入 每個月能夠拿新水 時間到就可以領福利 沒有壓力 也就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也就發掘不出潛力 其實 並不是沒有百樂 而是自己埋沒了自己 此外 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後悔 對子女教育不救 或者方法不當 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後悔 沒有好好珍惜自己的伴侶 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後悔 鍛鍊身體不足 值得喚味的是 只有百分之十一的人後悔 沒有賺到更多的錢 可見 有錢雖然能夠辦很多事情 但是賺錢 並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 一名大學生 在頓室好友的痛苦下 開始思索 活著的意義 利用科語到處找答案 一群年輕人笑答 活著就是要享受生命 一位長者略加思索地告訴他 活著是要完成未完成的生死功課 而一名幾次經歷生死邊緣的修行人 則緩緩地說 我沒有想過為何要活著 我只是珍惜 用力過活每一天 睜開眼 就好像檢測到一天的生命 如果走到生命盡頭 回首來時路 你對此生的評價會是什麼 不妨問問現在的自己 活著的每一天 是不是已經確實地享受生命 完成未完成的生死功課 珍惜用力地過每一天 但願你我都是那種積極努力 而不敢到後悔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啊 嗯